本节目由爱我所选 选我所爱的京东联合冠名播出 本节目由真爱不上火 百分百乳糖配方的 诺优能奶粉联合冠名播出 加入芒果TV会员 每周二中午12点会员抢先看正片 每周三中午12点会员尊向plus版 永夕要出嫁了 妈妈要给你送你的嫁妆盒里面 要送几样东西 一个是这个保险单 这是97年给你买的20份保险 终身保险 每年的压岁钱 给你收回来 都给你做保险了 为了明天 其实也没什么 父母的一个心意 就想到我的孩子 以后一时无忧 一定会一时无忧的 再一个是咱们昆仑山上出的养殖鱼 这个玉镯平平安安的这么一个心意 因为鱼它是会养人 所以这妈妈给你做培下 就放这边 好 这是妈妈赋予了意义的盒子 晚安后老刘送你一份大礼 送我啥大礼 老刘有点羞愉 坐坐坐坐坐那 坐那 你爸要淋补遗憾 老刘 老初次还从来没给他女儿说过头 他今天要逆补一点遗憾 别说他那么那个 被催化 你有练习过吗 私底下老刘已经练习了好多回了 你小时候最喜欢就是刘海 今天爸爸帮你把这个刘海好好梳一梳 你确定不是把他刘海搞乱吗 其实差不多对不对 我们后面还要有手法来调整 这个小辫呢 爸爸这次可以给你玩点花出来 头疼 我对不起 你这个徒弟有点太你傻了 没有咱们有这么个讲究 对吧 爸爸什么时候呢 把这头发呢 给女儿梳好了盘好了 这孩子才能出嫁 好 他不想嫁吗 不想让女儿嫁 从那个方向掐 那个手按着 这个掐 其实老师还记得吧 我们这个女儿第一次会爬的时候 那个半岁左右嘛 然后在我们那个床上倒着爬 然后一两的寒笑 流的口水 啊 这种时光回不去了 有时候感觉 昨天我的孩子 还在一家学语 今天就成了挺挺欲力的大姑娘了 昨天还在天天喊着让老刘抱 让老刘背 现在也不需要了 需要啊 大了以后 你自己到他乡去求学 去工作 去打拼 其实有时候 教我们孩子也不容易 你选择这条路 其实是很难走的路 但是我觉得欣慰的是 其实孩子很热爱这个职业 所以这点不容易 我就说以后可能要注意啊 你们干这个 要抓紧点点的时间 我来休息 再一个我就觉得像你们这个 要干的时间长了 恐怕那个胃都会有问题 爸爸祝福你啊 这是你今天大家高兴 大家曾经高兴 有时候可能啰嗦了很多 其实 其实我就不塞 要求你怎么样 其实我就 就像这个人 就咱们不能够 健康我们的时间 是不是 我们这个人还要 医学 是不是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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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他 他 他 突然 他 他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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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参加过这么多婚礼 我就从来没见过新郎这么有自信 我觉得我们真的是 准备还是比较舒服 很充足的 那你看昨天 昨天我老婆还站在你们俩这边 今天就叛逃了 说而且在永新那边 我们还会打变论吗 变论的话 今天我走吧 回吧 你现在想预测他能给你出什么损招 我觉得很难 我觉得这个事只有你能想得出来 姐夫 我都想不出来 我都想不出来 你是最了解他的人 而且你是最上机智能够跟他战斗的人 你这个只能 我偷听到的一些信息就是他可能会全程参与 全程参与 什么 我赶紧一下 你听完这消息脸白了 白了四个色号 你负责问问题 你还是单身对吧 对 那么你对他的伴郎团具有一定的杀伤力 那当然 让他们为你的美色而扔倒 这样我们是外面那个股门 我们从有门开始就要给他设置关卡 让他知道取你不是那么容易的 以后要好好对你的 千难万难好不容易我们把他引进来 引进来以后重要的人 我们有戏的爸爸 对 然后他们俩就要在这里battle一下 好吧 就这样决定了 好的 那个鞋好好看 你的水晶鞋 上面还有锁呢 有六把锁 李嘉明太不容易了 本节目由真爱不上火 百分百乳糖配方的 诺优能奶粉联合冠名播出 幸福生活京东相伴 本节目由爱我所选 选我所爱的京东联合冠名播出 刚才刚把婚鞋抱到这里来 我期待我的仪式 我想看看我的岛 小六同志 等着我 今天我一定要把你抱走 马上 各位就各位 好的 要关门了 好的 这是第一关吗 你想这一路上已经很顺利了 感觉这完全没有任何难度啊 现在 你是第一关的类主吗 我是摄像 摄像 看到星龙 天呐 他们好像来抢劫的 李嘉明 准备得怎么样 这是你来的地方吗 这是你的态度吗 这是你的态度吗 瑞兰是不是得改口了 姐夫好 怎么给他呀 这是我的姐夫 你以为他喊你姐夫 你觉得过来了吗 你其实在这里说来说去就是为了一把钥匙 没有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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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这么大 不是 那我不摸 这是根本 不干了 这事不干了 李嘉明你太不会办事了 你到现在都没有发现这个场控场的是谁 控场的是谁 简直是让我太失望了 好 你想进这个门 除非从我身体上踏过去 不告诉你 可以吧 可以 可以 刘哥 你忍心吗 刘哥 我老婆说的对 不是 我老婆说的对 我老婆说的 我老婆说的 这样子 现在我们就是要对你们进行一些问答 对 如果答错了呢 那就不用说了 对吧 红包 不是钱能解决的事了 对 限于一部分 不用说钱解决不了 我们就是为了这个 来 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有一只面包在路上走着 走着走着 脚崴了 然后它变成了什么 太简单了 太简单了 我觉得问题真的太简单了 它变成了什么 加你 脏脏脯 不对 啥 对 五 四 四 三 二 一 来 红包 上红包 我们买答案 我们买答案 买答案 别这么多 你身边少一点 就那一答了 换题了吗 来 下一个 第二题 A和C谁更高一点 为什么 太简单了 太简单了这个问题 我有脚趾头都可以打出来 A比C低 A比C低低 B A A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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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出来了 A比C低 这样 你敢打对吗 哈哈 既然打对了 对了 打对了 你再听 有一个叫老铁的人 生下来就没有头发 请问他得了什么病 没毛病 哎呦 完了 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你现在说一个 你到现在 都没有告诉过 勇气的一个秘密 好 说出来 可不要往外说 要 我 还好 这件事一直瞒着勇气 大事 大事 还有 没有 没有有一种不小的日感 因为我对他的爱 比他知道的还要多 你看 哎 好 好 这是哪里来的求生意 我的天 这是套路啊 这不是秘密啊 我觉得排斥过不了 嗯 怎么办 姐夫 怎么办 奶奶你来送钥匙了吗 奶奶 奶奶 啊 救命啊 哈哈哈哈 哎 你们把我孙子放了 哈哈 放了我们吧 哈哈 不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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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姑说不能放的 放 比如说 你有没有私房钱呢 你看 你看 可以直接扫我的微信 哈哈哈 可以 哈哈哈 不是 我的也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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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也是可以的 私房钱不应该给你 不应该给你 我转给他 我转给他 勇心你相信他吗 勇心 哦 我我姐有 我姐有 他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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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好 第一关过去了 祝你们永远 谢谢 哎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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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 呦 直接冲过来了 我 喂 加好了 恭喜你 经过了第一关的考验 看一下这个全场这么多人啊 你觉得 这个场子上面最难搞的人是谁 这个场会场的是谁 是谁 是我 二姐 哎呦 怎么是我呀 你再猜猜 你再看看 这里有一个人面色凝重 对你在期待中又带着一些 要求 严厉中带着一些温暖 我觉得这个人应该不会是我张梦言 我张梦言不是 来 反正这一关就是你跟岳父大人比赛射箭 我们有一箭之仇 我说的 一箭决胜负 有没有信心 放松啊 小意思 来 没问题 是北战 我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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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都摄持好了 加油 你先开始 说 来吧 老刘很独定 爸爸已经练了一上午了 是不是有时间 就是 再放水 别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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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别紧张 先试一件 我给爸 你先来 趁着手热吧 板 我先来吧 来吧 好 到前面 加油 到那 好 那就这样算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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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环啊 十环啊 哎 咱们一颤抖的小辫 啊 主环 好了 你来了 太不可思议了 爸有没有什么窍门 啊 有没有什么窍门 走近点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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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哈哈 你心 你心沉的好了 你还这么 对 现在正式开始吧 俺之间的竞泽伯救 我们很公平 都在这个位置 哇 好 十环 好 好 十环 松环太大毒了 看看爸爸的气势 谢谢爸 一键绝胜负 其实呢 我觉得没有什么跳门 最关键心要成 谢谢爸爸放水 对 让着你了 让着你了 谢谢爸爸 是让着你了 叔叔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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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 看你 对放水了 对对 略放略放 就经过爸爸的放水 李嘉明获得了一些生机 就看李嘉明能不能把握出这次机会 看能不能上罢了 李嘉明对着剑图哈了一口气 摆了一个帅气的姿势 嘉明 想想这位你的女性 尽管她好美 只要加拿着说话 哈哈哈哈 哎呦我的妈呀 啊 啊 啊 看条件吧 练了半个月的歌 没有想到最后考的是射箭吧 哈哈哈哈 他唱吧 他唱个舞吧 这就是人生没办法了 好 那 我们也准备了 小小准备了一顿舞蹈 好 呜 很有诚意 很有诚意 准备很充足 对 来给我们点掌声鼓励好不好 好好好 呜 呜 太棒了 Ladies and the gentlemen are you ready 他们什么时候排练的 没了 啊 好 赶紧进行下一个关吧 谢谢爸 谢谢妈 好 赶紧进行下一个关吧 下一关 我保证 我这辈子只爱她一个女的 你要一直对她好 白头到老 没有儿性 一点儿性都没有 一直要对她好 我能说的 对我的宝宝一定要好 我真不想给你 那是我的宝宝 她妈的宝宝 后头才是你的 但是她这一辈子 只能跟你活 我们都不能陪她 到老 只有你 能陪她到老 我相信你 好好给我的宝宝 我去了啊 奶奶 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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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秒钟说出 泳汐十个优点 温柔 善良 大气果断 孝顺 够了 够了够了够了 真的吗 好 好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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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 想见你只想见你 只想见你 我只想见你 穿越了千个万个 时间线灵 人还愿意向你 感谢你 能够 为我 多起那么大的勇气 以后呢 不论说 我们俩发生任何的争吵 我都一定 首先是我 先道歉 不想 让你再因为我 受什么委屈 以后的路上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我都一定 全天全力的 帮你度我 尽我一次 我爱你 啊 奶奶请喝茶 你可以弹发步道 哎哎好喝了哎呀 哈哈哈哈 爸爸 喝茶 妈妈 喝茶 希望你们甜甜蜜蜜的 心平安安 希望你们 离我走下去 是吗 谢谢 不要回头 不要支撑 不要回头 不要支撑 起架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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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迷上一个游戏 京东叠蛋糕 超级好玩 做任务迎金币 蛋糕升级抢 十亿现金红包 邀请好友组队 更能抽666元战队红包 5月21日至6月20日 快打开京东APP 搜索费 搜索铁蛋糕 拉上你的小伙伴 一起来玩吧 京东618 十七周年庆 一起热爱 就现在 大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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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母带 大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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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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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 红灯高悬 请大家屏息以待 让我们接新娘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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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想放开 我想拉开是一起走过去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将要进行的是 两位新人 交换爱情信物的环节 李先生 感谢你今天站在这里 陪我一起完成 这个神圣的仪式 感谢我的生命里 有多了一个疼我 宠我的男人 但是丑话说在前方 未来的日子 我们可能分不开了 长路几十年 你要看着我从年轻的样子 到满头白发 满脸皱纹 但是希望你记住 我今天穿上嫁衣的样子 我会努力做好一个妻子 陪着你实现你想要的生活 奋斗你所追求的事业 现在就是想说要给你一块 免炒金牌 只要这个金牌亮出来 我就会停止生气 然后给你个拥抱 然后这个拥抱 要持续三十秒 然后保证自己微笑 不生气了 我想播放一个视频 大家请看大评论 这个视频是用沙发 来讲述我和有其 从相遇到相见的过程 老婆 第一次见的你 是在电影院的大游幕上 唉 但是我都在想 什么时候 不要说你们 遇见真正的你 就好了 我没想到相线对我这么好 可能再也没有什么 比我更比较幸运的人 幸运到 距离的朋友 如果遇到相线 在聚外的一家 有一天有点有心 想 如果有一天 如果有一天 我会 视频 会 什么想得起来的 那么 有三个画面 一定是我最后忘记的 一个 我们 和着这些坊里 多余 互相会说的 成语 一个 是我从威亚上 冲下来 已答应了我的求婚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44 3 你穿过公图 在我面前的路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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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我给你准备的信誉 我想用这个小屋子告诉你 我想给你在家 一个温暖 对门地风的准备 虽然现在很想 使我更努力 在将来 安息一会 不比到来的路上有许多的理念团队 但是我们可以 紧握彼此的手一记全行 如果你疲惫了 可以仅仅能靠着 也过去生活中没有那么多的波 更多的是柴米为人 那你就大可放心 关于柴米有点 这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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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性良缘今朝会 礼请新人同拜堂 拜堂仪式 现在开始 首先请两位新人 一拜天地 一拜高堂 二拜高堂 夫妻对败 结发是古代延续至今的婚礼习俗 新婚夫妇需要各取一缕头发放入锦盒当中 寓意着夫妻二人结合一生永不分离 这也是我们当时所说的结发夫妻 在诸位冰棚的证明之下 刘永熙和李嘉明二位新人 缔结姻缘 喜结连礼 刚才把气氛搞得这么煽情 其实也是想借这个最重要的时刻 向爸爸妈妈们表达我们对他们最诚挚的爱意 以及最重视的情感吧 那么接下来气氛又要一变了 这里是正在为您现场布直播的首届金牌婚礼 督导颁奖典礼 其是想感谢我们的婚礼筹备领导小组 这些天来对我们的帮助还有督促 爸爸妈妈从小到大为我们操了确实太多太多的心了 到婚礼前夕还要让他们那么的费心 那么的焦虑 就想说给他们一个不一样的一个纪念仪式 希望以后我们能够让他们少操点心 然后不要再成立一个什么生孩子委员会啊 买房委员会买家具委员会 首先 进入本届颁奖典礼的第一个揭晓的大奖 终生成就奖 会是谁呢 请看VCR 接下来颁发的是终生成就奖 我求我 求我 奶奶 我说马的 我喜欢说马的 厨房的地方是我比较喜欢的 你还有这么干 那我宝宝就相复了 我儿子是最好的 我生女是最美丽最好的 生女是我更喜欢了 你只能跟她过一辈子 这样我才喜欢 给我们三个做个照片 一二三 小子 妈 我送你回去吧 送哪 在我的家 你和哪送我 恭喜终生成就奖获得者 刘佳的大宝贝王奶奶 你要说啥呀 我的宝宝 那说说您获得这个终生成就奖的获奖感言吧 哎哟 我高兴 是吧 因为我喜欢你们啊 喜欢你 这是托你的福奶奶 托你的福 我才能顺利地把用心去关 就是 谢谢我的两个孩子 我高兴的都不会说话了 来 奖杯你抱着 任我扶着 对 好要这么重啊 好 我们要加副节奏 三步并说两步走 一定的 那你们准备什么时候去领这 4月1号去领 哪有问题 你们想过4月1号是什么日期吗 对 最终你们也以假一下 你们可理合作就行 这带不通了 是 可能是加益 真的是加益 接下来这个奖项 讲做自带热量霸骨与神奖 快快帮忙 孩子 你好 是永夕吗 嘉明 帮忙 帮永夕挑 挑那个最好的最大的 给他挑一挑粗的 是粗一点的 我应该喊你个亲家 咱就未来咱就是个亲家了 哈哈哈 哈哈哈 接下来呢 要颁发的奖项是 讲道理界最强王者奖 刘爸爸 生活激情过后 终归是要归与平淡 荒茜 不是 应该是爸爸 刘爸爸吧 那么婚后呢 要睁着眼闭着眼 你想他地里面种的菜啊 怎么是我呢 给拱了你 你跟他能乐意吗 幸福就是 你们回家 有人给你们开门 只要你爸在家 我就按门铃 我不拿钥匙 我给你讲这些话 就是说 你问孩子们准备好没有 那么反问一句 你准备好了没有 有请获奖者上台领奖 太可爱了吧 太可爱了吧 我们婉男的女人就是会讲道理 你发现吗 我还以为那个奖要搬给我呢 我想说 最会讲道理奖 最后一个奖了 毫无悬念给老刘 她是来自天山脚下 永远不老的男孩子 因为担心自己家中了 二十几年的白菜被拱了 所以时常促海泛舟 让人不敢靠近 网友都说她看问题透彻客观 说话命中要害 讲道理一针见血 能有这样的爸爸 三生有幸 爸爸我爱你 接下来颁发的是 冰山下的好奇醋宝宝奖 你给我做个画面 先给我做 我觉得你们是一家人 家门不信 这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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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觉得她的爱好是什么 她的缺点是什么 你有哪些方面 能够吸引到她 现在这个现状 后面租房 买房 现在北京 还是在上海 这个手段咱们怎么去分配它 你们今后的规划 可这个礼金来比你觉得哪个重要 你会一辈子对我女儿好吗 你在私下里 你没有说过我的坏话 祝你幸福 不就有不一样 这是我 会一样的 没错 我觉得 我还只是故事 这个最后 我还去了 我还去了 所以我 你竟然想着呢 带大家学习 不要忘了 我们刚才的顺人 带我们方 支持我们 你好 是你们坚强的合作人 我 我 好好 好的 你 很棒 感谢这个爱我的过来人对我的唠叨还有公主 醋宝宝有什么想说的 呃其实我应该是 其实我28岁呢有了这个女孩 我有时就在想我这世界真快啊 其实今天我脑海里一直在在想着这样的一些情景 二十多年前我在厂房门口 呃亲子见证我们的小天使来到我们的身边 其实好像这一刻呢就像是好像昨天是一样了 因为她的到来呢使我有了父亲的自豪和骄傲 同时呢女儿给了我独一无二的收获 还有快乐 其实呢我觉得有苏女儿呢 她有些是做得非常的好 甚至来说呢可能比我们呢更好 而我们呢往往呢 啊老是在要求孩子啊你应该这样 你应该那样 嗯 其实说到这呢我觉得很惭愧一点 曾经在女儿要毕业 小学要毕业的时候 我们有个愿 孩子如果能考到半经第一 我老留戒严 其实结果成为那孩子那天 他成为那些全校毕业 所以说我不好意思 爸爸今天珍重地告诉你 爸爸今天此时 爸爸结宴 啊不好意思来不太晚了 但是我想给孩子的承诺我们一定要兑现 对不起 对不起 这样吧我再说两句 关于这两个孩子吧 就是说我这个女儿呢 感觉外表上看她好像是很坚强的那一种 其实有些时候呢 她的心里呢是非常脆弱的 当我女儿 等她难过伤心 需要人帮助的时候 我希望第一个站在她身边的思念 不要让大家失望 我先祝福你们 在自己女儿的婚礼上 爸爸愿意去讲这些话 其实可能跟我做的这些是相似的 在最重要的场合上 把藏了很久的话 对最重要的人说 给彼此一个仪式感吧 刘阿从来没有提出来过要求对我 想跟刘爸爸说 我会做好一个男人该做的东西 我身上的单子我一定会扛起来 其实就是今天这个仪式 我们特别想告诉你们 我们长大过程中的一些事迹 然后想让爸爸妈妈知道 有很多事我们其实都是记在心里 我记得好像是在我去上大学的前一夜 妈妈那个时候是在出差 只有我跟爸爸在家 然后那天还特别应景地 灯都灭了 就剩爸爸和我 还有一个呼呼闪闪的蜡烛 那天爸爸其实就叮嘱了我 很多很多很多的事情 但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 就是从那句话我突然听到了 爸爸妈妈 其实我在他们心中是那么的重要 可能那一刻我才 在没有为人父母的时候 能够体会到父母对我的深沉的爱意 我爸爸跟我说说 哎呀 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 不能 不能有任何的意外 或者是不开心 他说我是他的命 就觉得啊 这句话在我脑子里面 很深很深 面对社会有挺多的未知 也有很多恐惧 但是我想说 我有我的爸爸妈妈 是我最最坚固的铠甲 我会努力成熟 磨平棱角 跟家民好好生活 谢谢我亲爱的爸爸妈妈 你们给了我最温暖的避风港 同时也给了我面对困境 踏过荆棘的勇气 我爱你们 我大学毕业后的第三年 那年是我最不敢回忆的一年 因为我现在还特别清晰的记忆 我爸爸 呃 劳力他并微的那天 我妈哭着给我 我妈对不起 这事之后 我还听说 劳力在住这种情分 我心里说 在责怪我妈 他们看 有些我工作 准备 因此我真不容易 对于那个世纪的我 从爸爸妈妈说 没有自己 因为能在你们最需要的时候 在你们身边 在他们担心我 还有顾虑我的感受 好多人都说 娶了媳妇包 你要吗 别喊 好会 我俩都要好好的 我会觉得仪式感不仅是对感情是保鲜 对家庭也是一个非常需要的 就比如说你会通过仪式感说出 不曾给爸妈收拾口的话 有很多很多我们想不到的事情 没有处理好的细节 但是如果说一个幸福美满的婚礼的定义的话 我觉得我们的婚礼达到我们想不想 三 二 一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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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刘老师的手心 走过空旷的训练馆 宿舍楼下的小卖部 走过家人的叮嘱和目纵 走过妈妈牵手带玉琢 奶奶一生生的托付 走过大学离家前的夜晚 爸爸说要好好照顾自己 记得你是我的命 而今天走过他笨手笨脚的书头里 走过家中变故 走过成人世界 护着胸口滚烫 背着盛大的时光 我们终于走向彼此 为什么要办婚礼 因为只有在婚礼上你才能看见 这样的爸爸 这样的妈妈 这样的自己 我们要拥抱很多很多次 流很多很多的眼泪来记得 婚礼很短 婚姻很长 要记得 要幸福呀 你还记得1996年吗 我们谈了接近一个月的爱情 然后就要分开了 怎么还没来 怎么还没来 岁月让我们的容颜老去 但在彼此的心目中 对方却都敢是初见的那个少年 让我们一起欢迎 尤其他人 拜拜 非常有仪式感的入场 有没有 欢迎大家来我的婚礼 对 我们要尤其他人的精彩 来一点奏一曲 如果可以再生一个 妈妈更高 我姓 哈哈哈哈 只对你有感觉 你跟你跟我说 这样的 是我最终的 最终的最终的事 你陪我陪过的 每年都几次 我陪你放个压力 我陪我过的 不要 好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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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世界好 讓我們等待 謝謝你為你們 第一次的 很久了 讓我們知道 好久了